這等我好 最後一位一半 對我好 但是這次你在幹嘛 但是你減肥真的好成功喔 對 我瘦了二十五公斤 天啊 天啊 這本來好清爽喔 好清爽 超精耶 羨慕嗎 你是不是也看一樣的錯誤 就是他在減肥二肚子 然後你一吃他就受不了 這真的很過分喔 對 你那時候也是 你有忍住嗎 其實我都是去佳樂福買那種青 那些就是煮好的 有沒有 然後回去再過水再煮一次 然後但是孔孔他 絕對不吃這種東西 他就會煮那種什麼咖哩 他很愛煮 要煮咖哩啊 咖哩攪飯 然後什麼蘆筍 蘆筍包那個培根啊 他又愛吃 他真的不忌口 那你他吃什麼東西 你覺得最可怕 你真的曾經忍不住 想要去偷吃一口的 是薯條 炸雞類的東西 當你餓的時候 還有 豬腳 豬腳 很香 你愛吃豬腳嗎 我們愛吃豬腳 但是當你餓的時候 你看那種鳴電乳的豬腳 有沒有 有亮耶 有亮耶 然後尤其是半夜十一二點 要吃那種很出名的泡麵 好多耶 那個最近很知名那種泡麵 如果在十一二點其實泡的時候 旁邊沒吃的人就苦 泡麵那個香味真的太邪惡了 對 真的太邪惡了 那個料包的味道一衝下來 那個是殘忍的事情 所以你忍住了 所以你現在受成這個 我忍住了 很好 厲害 我就是沒忍住 朱海君你怎麼說 這男生真的很不懂 我覺得到底是不懂 還是他認為 反正就已經結婚了 孩子也生了呢 我就是那一天就來得很痛很痛 第一天第二天這樣子 我就瘫在那個沙發那邊 我就這樣子 好了 老半天 我覺得好痛 這樣也不是 然後就翻來覆去這樣子 我原本以為我這樣子 他會說你還好嗎 要不要吃個止痛藥也好 還是什麼的 他就說 他還叫你去買 好熱喔 你有沒有看到我痛成這樣子 你問我想不想吃冰 我說我那個奶爺先生 老公 大爺 好吧 那你不能吃 那就可惜了 那你等一下 你要去買個菜還是什麼 你隨便幫我買碗冰回來這樣 他叫你去買喔 他還叫你去買 怎麼這樣子啊 對啊 這就是你的朋友 對 周哥當了大老闆 果然不一樣 錢賺很多果然比較大聲 講話真的超大聲的 但是因為他沒有坐在對面 我心中就趕得來 好 那剉冰是不是可以加很多料 對 那我就想說我也 就大概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我就可能按就是造就 按照你之前點的那三到四 四樣的料 我就點了 回來的時候 NO哥就說 你為什麼剛剛那個要 加料的時候 你不打電話回來 問我說我今天要加什麼料 哇塞 好羞喔 超羞的 他是走台灣阿信的路線 對 可是我覺得呢 他們剛剛都只是生理上的 我老公是心理上的不知數 知道嗎 就是有一次呢 有一個公關公司呢 就跟我說 阿信憶那個什麼時間 你把它記下來 那天有個很大的活動 要找你主持 聽了就很開心有沒有 想說這麼盛大的活動找我 結果就在活動前夕 大概兩三週的時候 公關公司突然講 他跟我講說 阿信憶不好意思 那個時間你可以放掉了 你知道那個對我的打擊 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到底是誰這樣 然後他就也 因為那個公關公司我很好 他也不好意思 他就跟我講了 我老公就跟我說誰誰 我上網幫你搜尋一下 是哪一個主持人 我就跟他講 然後我老公就上網 就這樣搜尋之後 然後結果他就在那個人 主持人他在他的網頁裡面 就有一些他什麼主持人 一些影片 然後一些照片 簡歷這樣 然後我老公就一直看 然後看到後面 我老公居然在那邊 嚇嚇說 的確啊 感覺主持人也不錯 難怪被換掉 什麼意思啊 太會講話了吧 對啊 你知道那種 對我心裡的那個打擊 有多大 我已經很難過了 瑞瑞 太老實了 瑞瑞 這樣不行 OK 北正類生死交官這個 平常都會發生事嗎 兵會常常買 工作常常有 但是我這個是 生死交官 你居然去應酬 我那時候是懷我兒子的時候 因為後期就是 胎盤蓋化有點嚴重 然後到這些小朋友 已經在我肚子裡面 好像一天都沒有胎動 我就很緊張 馬上去婦產科看 然後醫生就說 其實你現在已經39週 要馬上升也是可以 然後我就開始打那個 就馬上進醫院去打 那個催產針 然後打催產針 從11點開始打 然後東京就開始公縮 開始痛 然後要開始幫你量那個 開了沒 就是子宮頸開了沒 當這些過程呢 我老公一開始是陪在我旁邊的 剛才幫我搬碗 他就說 你看自己很搬碗 搬碗 我想說你要去搬什麼東西啊 他怎麼搬碗 他氣都變搬碗 氣的氣 真的很氣 真的有氣 對 吐出來 他把紅豆吐出來 不是 說要紅豆 你沒有說 完了 你現在整個氣勢落掉了 你沒什麼好想的 搬碗碗的時候 搬碗 你到底是搬碗 搬碗 沒有了 搬碗碗的時間 老公要過來 OK... 老婆 我現在要去應酬 我先出去一下 什麼 我在代產 妳跟我說妳要出去一下 天啊 要去應酬 對 這合理嗎 代產 不合 老公不就是應該在病床旁邊 認老婆捏還有揍嗎 對 老公竟然說他要去應酬 而且呢 他都真的走了 然後一直到晚上 大概約末十點才回來吧 那你生了呢 那真的是太晚了 還沒 應該沒有 那他對 他凹腿了啊 對不對 現在講得很難嗎 對啊 他是跟你約好是不是 不是啦 他因為他一定想說 看來沒有那麼快生 對 我先去吃個飯 然後再回來 OK嘛 可是這中間你老婆 會很不安什麼的 對啊 等一下 你媽生你的時候 你爸也這樣 就那個看診看很晚嘛 到了兩三點都沒有吃午餐 然後就這個下診之後 我就跑去看一下 不然我先 我去吃麵了 然後就走了 真的 還假的 吃完麵了 還沒生 太晚了 那你以後小孩當醫生喔 好 像往生一點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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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這個男生有什麼關係 真的 好了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都是一些 有些是誤會 有些是一些心直口快 但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 另一半是貼心喔 他本來想做一個貼心的舉動 結果讓另外一半呢 出糗 倒霉 困擾 我們從第一大賴開始接 哪一種做法呢 幫倒忙 害我出糗 好心就讓另外一半的人出糗 這是前陣子啊 我參加了一個 名人二手 藝賣 拍賣會 可是這一個不是常常有的機會 但是我一直就是 我等這個做工藝的機會 等很久很久 那我就在家裡 就那一整個禮拜 我都在家裡一直整理東西 因為你要 既然是要拍賣 你是不是應該也是要準備一些 像樣像畫的 然後就包包 鞋子 衣服 我都準備了 總共有三到四項 而且一個箱子還真的還滿大的 那種大尺寸的箱子 可是那一陣子就是有下雨 然後我就是因為生產 就是生過孩子之後 我發現我的腰好像 就是在下雨 或者是天氣不好的時候 我就是容易 游升北京 對啊 而且那種四大箱 我根本就是 搬不動 搬不動 我當然是需要老公的幫忙 然後我就跟他講 他就說 你這弄這四大箱 是要幹什麼的 我說我這個是要捐贈的 他就聽到捐贈說 好 我做善事 做公益 非常好這樣子 他就整個搬到那個 資源回收口的旁邊 就那個鐵桶子 可是他鐵的是捐贈 因為有些資源回收旁邊 會有一個二手衣回收 就是一個綠色的捐贈 可是那是二手衣回 他以為是那個東西 對 以為是那一個 但是我這是要去拍賣的 因為我就是 有那個基金會的那個窗口 而且是主管喔 那一天打電話給我說 海君 我現在在你們樓下的 我來那個載你的東西這樣子 我說 好... 那個我老公剛剛那個搬下去了 搬下去了 你等他一下下 等了 所以一等就等了三天 沒有 十五分鐘喔 十五分鐘 他就說 海君 沒有耶 因為我老公整個人就是 也上來了 我說都搬上來了 我說你確定有搬下去嗎 他說有啊 就那個啊 資源回收那個鐵桶那邊啊 我說我老公 我老公 我老公 他說你不是說資源回 就是捐贈嗎 我說捐贈跟資源回收 請問先生 哪裡有什麼樣 到底是哪裡聽來的 後來這樣就算了 我就整個我就很氣很氣 然後他也很氣 他就說 那你也沒有講清楚 你沒有跟我說人家 那個在樓下準備要載你的東西 你只有說把我抱下去 警衛室那邊 我就以為是那個鐵桶那邊 我說好 什麼都不要講 我就自己下去 然後我想說去鐵桶那邊找 天啊 我走到鐵桶那邊 我跟那四大鄉不見 完蛋了 手率這麼高嗎 效率太高了吧 十字吃幾也太快了吧 太 十字太快了 他沉著雲鶴就來了 這怎麼不見了 還是什麼的 我說那個霜的 你知道嗎 我今天 因為我們社區有打掃的那些人員 我就問說 那個阿伯你有看到 我這四大鄉的東西嗎 真的是 你知道嗎 那個阿伯說 有啦... 我剛剛把你 不去我們那個村口 你四大鄉 太大鄉在那裡頂尾 什麼 那個東西頂尾 對 阿伯 不好意思 那個是我老公報錯了 這個是我要給我朋友的 我說你好 好... 那你跟警衛借推車 然後就到倉庫 那好險 好險 我就去那個倉庫 一箱一箱很重很重的搬 所以他到底有幫...幫了我媽媽 哥也是要幫忙 他出發點是要幫忙 對啦 他的出發點是好 而且也海君平常愛買名牌的 那個狀況 那四大鄉應該價值不符 對 真的 而且好險遇到好的打掃人員 對 沒有看到說 這個小聲沒辦法 對 沒有 那個打掃人員說 海君姐 還有一箱在這裡 不好意思 真的 可以 穿起來剛剛好 穿起來就剛剛好 還好 還好有做到公意 像這樣子的事情 有一次是 因為我平常很少過一些 特殊的節日 我對節日比較無感 那有一天就我生日的時候 我太太就想要 偷偷地辦個慶生 浪漫 但是慶生的這個事情 她又不知道要找誰 那時候比較早期的時候 所以她就找了 我的臉書跟她臉書有交集的朋友 就這樣應該是絕對不會出錯了 所以當天我到現場的時候 我以為只有我跟她 所以我就很驚訝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來啊 這麼嗨啊 真的感覺很開心 就是放眼光過去 大概有一半的人 我不認識 你還在講 她也不認識 她以為我會認識 我以為她會認識 重點是他們還來 對 那是我們滿夠實的 對啊 小聲鼻包吹過 這個人好像沒有很熟 那還是去好了 可能有免費吃喝的吧 對啊 這慘的就是 裡面還有那種 剛分手 然後在現場王見王 超尷尬的 又吵得起來 在現場吵架 還吵在這裡 對 真的很慘 然後反正整個晚上很尷尬就對了 我們知道趕快結束 趕快夾著雨巴逃跑 真的 這很尷尬耶 我的名字在裡面真的更精采 跟她的其實有雷同 但是我的很慘 我是沒有寫過情書給女生 然後我就第一次想說 她生日 我就寫那個生日卡片給她 然後我夢了一個項鍊 打造了我們的名字 然後送給她 她拿到她就眼眶就現在泛紅 然後她就看到 妳還寫情書給我 就是生日卡片 她就很開心 她就打開 她一打開 她就不知笑出來了 怎麼了 因為我寫愛沉點點 就是愛沉方的寫 她想說 為什麼你會這樣寫 我說劇本都是這樣寫 把那天的先進跟主題 你這麼懷孤啦 對 然後她就已經 有開始不是很舒服了 覺得第一次寫情書 寫得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你不要擔心 還有下一個驚喜 上車 我看在天母誰啊 其實我就約在陽明山 不是 我說 我在天母是誰 寫不上去陽明山 因為她真的很正直說 我上不去 到時候真的沒辦法了 因為我覺得 後來上了金山 時間 點那個餐廳的時間 已經過了 妳知道嗎 所以我就快點跟她說 快點幫我吃 我就是陽明山的餐廳 她就再跌倒一次 然後我約了四攤人 因為我看到她手機跟我手機 只要我們認識我就約 但是我沒想到一個聚會 你不可以這樣約 就是四攤人可能要 演戲的 綜藝節目的 或者是我們自己 朋友的 親戚的 你大家約在一起 其實會有點乾燥 對 但是我第一次辦 我就道都約來 然後又不是用我的名字 去訂餐廳 用朋友的名字訂餐廳 所以四攤人在外面等 四攤人要跟我們一起吃飯嗎 你一定很緊張 然後他們又一直打電話 然後我跟童童又在車上面 那個導航 還在那邊弄半天 上不了陽明山 結果遲到了半個多小時 整攤人在外面 其實童童她是很討厭 不準時 或者是約沒有約好這種東西 她不很討厭男人 不細心這種事 所以那天其實 她就已經 臉子是已經 幾乎是全黑的 然後進去 幸虧那個餐廳的餐很好吃 好心 又哭回來 是餐很好吃 然後大家到最後 又有禮物啊 什麼 然後又開心 最後還是吵架 對 前面好 最後已經回來了 這真的很傷心 就是其實她精心準備 對 但是真的是我精心準備 我準備了挺久的 可是至少她最後很開心 總比賽先生那個到最後有沒有 破晃的 對 破晃的 夾了尾巴好了 破晃而好 好 不錯啦 很貼心 感覺還是有溫暖的回憶 光倒忙的事情 來 我們來看第二個是什麼呢 貼心的時機 結果地點不對 要貼時機 怎麼我老公又不小心上榜了 那邊 KNO哥專輯 每個都有他 他其實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他收工之後 要回家的路上 他都會打電話說 老婆收工了 然後 好棒喔 對 真的很貼心 對 但是有一次呢 有一個晚上我等到 七點半快八點了 通常這時候他就不會打電話 他就直接回來 不然他就會直接拎著東西 拎著食物回來 我就不會再問了 因為隔天放假嘛 學校也放假 我想說帶NO妹去逛逛 那個賣場好了 然後結果因為NO妹呢 在車上睡著 這個時候我剛停好車 門剛關起來 我背包包又抱小孩 等於是我沒有手了嘛 對不對 NO哥這時候打電話來 你們在哪裡 我就說在佳樂福 他說佳樂福 你為什麼不去大論發呢 我說 因為幾乎都去大論發 我想說去佳樂福 而且有一些遊戲 小朋友會想要玩的那個地方 他就說 我不懂耶 你為什麼想要去佳樂福 不去大論發呢 就一直糾結這個點 你知道嗎 最後為什麼他糾結 這兩個賣場的點 為什麼 是因為大論發他有會員卡 你扳一張給他吧 拜託你 你都知道兩張可以去 你看到嗎 然後就是為了 他說你今天在佳樂福買東西 沒有折扣啊 你要走到大論發 對面那邊去 你才會有折扣 你抱我的電話號碼 就會有折扣啊 好...就掛完電話 那一整個晚上不到 我逛不到二十八分鐘 他打了六個通電話來 好清楚喔 二十八分鐘 我們叫你過去 對 你走過去 你走過去 你要不就在佳樂福 也辦了一個會員卡 要不你就走去大論發啦 然後我說我等一下辦啊 我說我結帳的時候就辦 那你要買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 然後我說那你現在走到哪裡 你現在應該在泡麵區吧 還死不死 我剛好在泡麵區 對啊 有折扣 我一直翻我的扭扣紋 你知道嗎 然後頂跟不見 好恐怖喔 對啊 我就說 你不要一直打電話 你知道我會緊張 而且我會有壓力 然後就一直問說 那你什麼時候要回來 那麼晚了 他是很龜毛的人嗎 他是應該是那一天很無聊 加上他很節儉 他就是在乎 為什麼我不去 有會員的那一間買 我要在沒有會員的這一間買東西 我整個也不要弄過 我說呢 沒我們回家 爸爸非常非常地想念我們兩個人 我就走了 然後我一樣東西都沒有買 所以我沒有花半毛錢 所以你滿意的吧 明天我們就去 有會員的那一間買 好乖喔 他就是要照 他是台灣阿菌耶 對啊 這是台灣阿菌 也是擔心你們啦 只能這樣想 那麼晚了 辛苦了 不過我覺得這是 NO哥另類的貼心法 他可能想要關心老婆 孩子到底去哪裡 但是他不好意思明說 才一直這樣打這樣來 對不對 應該這樣吧 好啦...就像這樣子 你不要這樣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另外一半貼心 其實真的是好事 其實湘涵也是一個 算是很貼心的人 我之前跟他一起工作的時候 他就會很主動地幫我說 拿咖啡給我 或幫我這個 如果外套脫下來 幫我摺好 已經在一起了嗎 對... 我其實覺得很怪 因為其實我很不喜歡 以他來服侍我 我會覺得那個感覺很不好 我可能比較大男人一點 過一陣子呢 就正好跟... 跟另外一個 真的... 沒有... 我覺得 在外面讓女人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有點丟臉 我覺得這種事情 在家裡可以啊 在家裡可以 我覺得在家OK嘛 但在外面就是 這種小事情 我自己拿就是比較帥一點 而且我們在外面是公事 不要那些私人感緊緊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 好 結果果不其然 隔一陣子我正好碰到 另外一個製作單位的人 他就劈頭就跟我說 小病 聽說你很窄 耍大牌 我說什麼事情 什麼叫耍大牌 他怎麼知道 不是 你知道這些工作人員 這些工作人員 很喜歡私下俄語 他們看很多群組 他們講的都是真的啊 沒有 沒有 他們把口聲未聽了不少 不是啦 沒有 他們在電視圈 很黑暗啦 他們訊息好像有流通來流通去 就是你跟他講說 你不要坐後面 要掉到前面去是嗎 不是啊 我都坐不到前面去 我已經要求好多次了 是不是 我下次做 我下次坐第三排好不好 把一排就第三排位置給我 下次坐背板後面 不是 然後結果我就說 怎麼一回事 他說沒有啊 聽你們那個工作人員說啊 說你這個什麼做事啊 都不自己動手 都要湘涵主動幫你弄 就其實是 湘涵主動貼心 就絕對不是說 我在那邊移指氣死說 叫他做什麼 叫他做什麼 但是其他人看了 可能不明就裡 以為想說 我大概什麼事情都不動 就準備 等著他來弄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跟他講說 我拜託你 我說真的 我們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你就當作這個 我們就是朋友 就是同事 真的不要對我太貼心 真的啦 換得一個這樣的名聲 真正式的 對 但香港有好名聲就好了 沒關係 我跟你講有時候 老公的貼心真的會害了我們 而且你們害人不淺 我告訴你 有一次我就是摔倒前一陣子 然後就是跌倒 我是走樓梯 我是這樣跌下去 然後就蹲掉 那個尾水 超痛 超痛 這應該是亂講話的縣市房 對 他都走 好會 拿著講 對 就是前輩 等一下 就不出了 所以我們住這個女生 對面 對 然後後來我就 動背好像老中間 就很緊張嘛 想說怎麼會突然這樣 然後我們家有那個 冰敷的那個冰枕 然後他就想說 這裡痛 那趕快去拿那個冰枕來 然後敷了敷了就是覺得 怎麼還是很痛很痛這樣 他就想說不行 那我幫你是不是這旁邊的肌肉 有弄到來幹嘛 他說我幫你按摩一下好了 他就幫我這樣推拿這樣子 他就一直按 一直按 我跟你講不按還好 那個就是 就是很痛的那種痛 就是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老公就說 那你是不是按很痛是不是 那再冰不好 把它冰鎮起來應該就不痛 然後就給它冰 然後結果呢 後來我就覺得不妙 就是你知道 那個感覺是越來越 自痛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隔了一天 我就想說那天我老公 我幫我急救了嗎 應該就是還OK這樣 然後我就去給醫生看 他說趕快去照個S光 結果我照了那個S光之後 醫生跟我說 我的那個尾椎骨 移位了一公分 一公分 就是真的是有點錯到這樣子 然後那醫生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你這一段時間 我千萬要記得 要 他說你一定要用熱敷 然後我就默默眼神 就這樣飄向我老公 這樣 熱敷 而且不要按摩對不對 對 他說還有一個重點 千萬不要按摩 那我真的還一定要 那我就想說天啊 就是你知道 我老公的一切的好意 一直讓我的這個 弄得越來越糟而已 其實我也是屬於 台灣阿誠的部分 真的怎麼了 真的怎麼了 其實童童常常拍戲熬夜 其實我就會買一些補品給他 其實他都不太吃 好棒 但是有一次他真的很辛苦 我又拿 就是人家送我的牛樟汁 我聽到牛樟汁台灣 好東西 好東西 我就讓他吃 然後我就說 還是補一下 他就真的吃看看 吃了他就發覺說 他身體為什麼在冒紅點 好像那個 好像那個血絲 好像 還可以看到血絲 就是要爆 那種血要爆出來的紅點 很容易 先從腳 腿 然後腳越來越多這樣 然後我就去 就是帶他去醫院檢查 晚上醫院半夜打電話來 嚇死了 那個更是嚇死我們 而且是他父母打電話來說 醫院打電話來 你現在馬上到醫院去 正常人的血小板是二十萬 我先問一下 醫師這很嚴重嗎 很嚴重啊 四十以下就不正常 降到兩萬 最後就說 因為那個東西 他的身體特殊 跟那牛樟汁是 抵抗 抗到 所以說從二十萬 直接衝下兩萬 他就住院 就是說 那時候如果他一流血 所以難怪你說 那個點點會有血絲那樣 是數學點啊 這好嚴重喔 很嚴重 結果就是不能再吃那個東西這樣 然後之後我以後買了任何什麼 雲油啊 B裙啊 他都 都不敢吃 那他算是特殊體質啊 他是特殊體質 他不能就是硬補的 比如說他這樣很累 你輸什麼十全大補這樣 他不行 他會頭暈 他會頭暈啊 什麼不對勁 他是要平常就要好好的 健康健康的吃這樣子 不過這真的很尷尬 因為真的是出於好心 就想說你這樣吃是好東西 就沒想到害到對方 對 我們這第三個貼心 但讓人困擾的舉動是什麼呢 我到心好痛喔 心好痛是什麼意思 痛啊 我跟你講 我有一件事情痛到現在還在痛 你知道就 我們有時候請人家吃飯 你知道嗎 吃飯總是會訂個這個 餐廳的包廂啊對不對 那當然想說已經請吃飯了 這個餐席上的酒水 當然也是我們自己來附送嘛 所以有一次我就特別訂了一個包廂 然後請了一群朋友要吃飯 然後結果那天下午呢 正好有事情 我必須要在外面處理一下 結果我一看 眼看我這個時間點來不及 我就打電話給湘涵 這樣在家 我說 我六點半應該來不及 你先幫我到餐廳去 這個招呼一下大家 我大概七點半才趕到那邊 各位不好意思 我來晚了 先拔三杯 對不對 吵... 我也顧不得這個空腹 三杯一飲而進之後 我就這酒好好喝喔 低頭問一下 說你帶什麼酒來 他就直指 旁邊的那個在那個 在那個牆角已經倒完的 那個空瓶在那邊 我一看 我就... 你那一道掉下來 那一瓶酒呢 是我大概幾年前生日的時候 我好幾個朋友 一起合資送我一個 我出生年份的一瓶酒 他大概五十年的酒 我那天不很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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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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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店你的肚子有多大 你那一瓶酒都出馬了 大家 我快一點 我自己還可以 好好玩 我自己 我形象代表多差嗎 是 因為你要想想看 我那天請吃飯 那一桌桌菜也才八千塊 那一瓶酒呢 那瓶酒在 出來的出廠價叫三萬多塊 真的 還假的 然後還是限量的 因為它限量一百五十瓶而已 那就是說 以後還有增值的空間嘛 對不對 所以他把我三萬多塊 喝掉就算了 增值空間也沒了 而且這種酒就是世界上 喝一瓶少一瓶 你說我能不心動 但是我能怪他嗎 對不對 不能啊 我啞巴吃黃鹽油 你自己也說好酒跟好朋友喝 對啊 你現在現在嫌那些朋友不夠格 你知道嗎 來 所以你的人又不好 沒有 黃醫師都默請嚇死了 不是 我跟你講 小黃醫師都嚇死了 大家知道我這是講實話的 那一群朋友真的是 沒有值得到喝三萬多塊 你說兩千多塊 三千塊 三萬多塊 三萬多塊 沒關係 妳朋友應該是 三千三大老母子 不是你們 看到那些都不是你知道 女主角來了 朋友 但好險你知道 有些乾的三杯 好可惜喔 對 所以我後面 我後面就喝得特別緊進 想說 他一瓶一小杯就多少錢呢 小黃醫師都幾百塊的 你要乾三公杯的 會比較好 妳的朋友已經很少了 你再這樣講下去 你真的連一口都沒有 不過三萬是真的腥味螃蟹 我覺得 真的 對啊 而且我是自己出生的年月 這樣子 對 很有意義的捲 像我之前曾經買過一件 非常美的洋裝 而且我為了買那一件洋裝 賞了一個月之久 身上的 不是這一件 不是這一件 因為那一件 大概是一個設計師品牌 一件要兩萬 所以我真的賞了很久才買 然後它最美的地方呢 就是它那個不對稱的剪裁 跟皺褶的設計 對 那有一天呢 我就穿過就完蛋了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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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居然就完蛋了 八點檔演的事情 活生生發生 我穿完之後呢 我就把它丟洗衣籃 而且我還是丟另外一個洗衣籃 就是準備要送洗的洗衣籃 然後我想說過兩天 我就要把它一起送洗 結果有一天呢 然後我回來之後 回家 我老公就說 老婆 我今天做一件很棒的事 我想說 什麼事 到底是什麼事 他就說我幫你把那個 洗衣籃裡面的衣服 全部都洗好 真的 太燙好了 太燙好了耶 心中那個警鈴就大響有沒有 趕快去檢查 發現我那一件洋裝呢 它原本的皺褶 都被燙平了 而且它還不是用那種蒸汽的 它是拿那種運斗 把那種設計的皺褶 全部燙得非常的平等 而且我也不敢 就是跟我老公說 那一件有多貴 所以我只好就是 內心流著血 但是臉上帶著笑說 老公 你真的好貼心喔 真的謝謝你 我好開心喔 媽媽 以後就好了 妳說的那件事情我知道 我感同身受 因為我就是很納悶說 為什麼老公常常日常生活 我老公就常常會做一些 我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像有一次我老公的事 他也是衣服幫我丟進去洗 可是那件衣服是 上面都有植蓉啊 那我們一般都會知道說 植蓉的其實要手洗 不然你好歹也裝個洗衣袋 是 對 對 可是他就是可以 全部都丟進去洗衣機裡面洗 然後洗完以後 那植蓉可能一半已經掉了 這樣 然後又有一次呢 就是我下班回來 然後我老公也是很開心地 跟我說 老婆 我今天就是我有把地板脫乾淨 妳有感受到嗎 我說有 他說我今天脫地了 然後我也洗了衣服這樣 好有心啊 對 他就想要跟我邀功 他說然後 可是我就很開心地 就踩著那乾淨的地板 然後面帶微笑地走到後陽台 想要去看一下他的傑作 結果我走到後陽台 我頭一抬起來的時候 整個臉都綠了 什麼 為什麼我的名牌的皮帶 跟我的牛仔褲 黏在一起 掛在那個衣架上面 皮帶 他們要把皮帶抽起來耶 因為那一條皮帶是 也是我想了很久 就是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可是那條皮帶 其實也要一萬多塊 真的耶 皮帶下水之後會怎麼樣呢 是名牌的皮帶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我的皮帶在上面 你沒有拆起來 他就說 因為我看它跟牛仔褲 是在一起 這樣穿 有褲子跟皮帶 設計黏在一起 對 我想說 到底你只要 就有前面的褲子 那身上那樣的是反布的 不會是真的 對 他就說他怕把我拆 而且重點是 那牛仔褲其實我還沒有要洗 就是你只穿過一次 我折在那個床頭邊 可能我明天還可以再穿 因為牛仔褲不會天天洗 對 他就是好心想說 那我穿過 他把我拿去洗 結果他沒有把皮帶拆起來 那那個皮帶 就經過那個洗衣機 可能水洗 然後又滾過 又脫過水 會變硬耶 然後就整個變硬 整條就變形了 就整個爆破吧 對 我整個超難過 然後我就說 那皮帶要拆起來 我就會很生氣 可是他說 就一條皮帶而已是怎麼樣 因為我不好意思跟他說 那條皮帶其實要一萬多 因為也不敢講 我發現媽媽其實很好笑 他們其實是很想生氣 但是艾瑜說不出口 對 因為他生氣說 這個衣服兩萬多 這個皮帶一萬多 會不會嗎 那錯的就是自己 對 然後你還可以找吞蕊 對 你感同身受 我安身啊 對啊 結果後來那時候 老公就想說 好 那我再用另外一件事情 他企圖想要彌補 就是那個 皮帶屍體這件事情 他說那不然電鍋裡面 我有幫你熱了吃的 你要就是你要不要去吃這樣子 我就想說好不好 然後我就去電鍋看 就電鍋打開的時候 我想說 為什麼 因為我老公就把那個 因為你去外面買 就是買飯 買麵 不是會用那種塑膠碗那種 白色那種塑膠碗對不對 他是整個便當飯 他整個連那塑膠碗 一起放進電鍋裡面 去蒸這麼快 還在誇張嗎 他就想說為什麼 到底你是 你是看過哪一本書 教你可以這樣用 那就太狡猾了 真的 他就會覺得匪夷所思 到底為什麼 兩位媽媽講說就是 然後女人通常 老公把他東西弄壞 他不敢講價錢 我覺得女人還有一件 一件事也不敢講 就是他把老公東西弄壞 他也不敢講價錢 然後他不敢講這件事情 因為像我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老婆娘家在高雄 那有一次我就開車 帶他們回高雄 然後回去之後 因為我台北還有工作 我就先回來了 然後把車放在高雄 然後等到我忙完 我回去的時候 我老婆很貼心 因為她是屬於 一個比較浪漫的女人 是啊 對 她就偷偷開著車來載我 我覺得 好爛 你知道 因為這樣 舟車勞頓其實是很辛苦的 然後可是他接到我就說 可是我剛好 還有在高雄有約一個客戶 我要去談一下事情 他說沒問題 老公 我高雄人 什麼不熟 我路最熟 然後我就順路 因為剛好我有拿個東西 順路帶你去 結果越走 我覺得 怎麼越走越偏 然後最後不但不順路 他還跟我迷路 然後最後我就說 沒關係老婆 你不用逞強 我們就用導航就好 要逞強 我們就用導航就好 他也要走 好像你太快了 導航了 對 我就怕他給我開到 陽明山上面去 對 高雄勒 那離得有點遠了 好 然後我們就 最後最後 終於找到客戶那邊 好 我也遲到了 然後這件事情就算 我就跟客戶道歉 因為你知道就是 遲到是一個不好的行為 對 尤其就是 然後又要在那邊 等半個小時 這樣 好 好 然後後來隔天早上 因為我就想說 那我要開車出去 結果我一開車的時候 我就放東西 我說車後門 有點奇怪 我的車子怎麼長得 因為後門那邊 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老婆 為什麼 這邊 凹下去了 他說 老公 我正打算跟你講 昨天我開車出去的時候 我左轉彎出車庫 我只看到前面 沒看到後面 當我聽到聲音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我就聽到聲音 然後我就趕快拔鼓 我說你聽到聲音 你應該拜託把車頭往右轉 再出去 他不是 他是A到以後 再回來 同樣的位置再A A兩次 閒暗 然後睡覺 出去 對 再回來一次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你的心在淌血 對 我在淌血 他就 我老婆跟我說 不就是車嘛 再說就好了 我先講 對 在修就好 我這板金的錢呢 我大概可以坐計程車 不知道來回多少次 結果後來我還要 不但要修車 我還要 賠罪給客戶 然後去送禮給人家 對 就是他的 我覺得他的貼心讓我是 合包大視線 我想問男生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你們覺得女生 千萬不要碰的 車子 一定是誰 車子 我覺得 馬路三寶是正確的 馬路三寶 是正確的 媽媽好神的 觀眾群百分之八十 對 我說馬路三寶就是 男人 老男人 男人 謝謝 謝謝你救了我們那個節目 我想說我真心上來 太有價值了吧 男人 老男人的 老男人 像我們自己男人的開車 都知道 都亂開了 像你會傲了 像姐 最後一個 怎麼樣貼心舉動呢 是貼心 但毀了我的用心 這樣很奇怪 看看 我要來告訴大家 香漢有多貼心了 OK 然後看這種故事耶 我有一次出外景 就到這個南投的埔里 然後正好也差不多 就是這個季節 這個百香果 差不多要出來的時候 我就買了一大箱百香果 帶回來之後 有一天我空閒在家裡沒事 我就大概就花了 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洗百香果 洗了五六十顆 每顆都要洗嘛對不對 洗完它對半切 切完了之後 把裡面的那些果肉 全部都挖出來 然後放在一個這個鍋裡面 我就想說 準備我要開始來熬果醬了 好 結果我才看沒多久 正好我朋友打電話 找我出去一下 然後我就把火關掉了 然後我就出門了 那香漢也知道 我那天要熬果醬這件事 他大概就是貼心 他想說那老公不在 我就幫你熬嘛 要不然等一下我回來之後 又還要再熬 他可能就偷偷的幫我 把火打開了 活不起來 我回來 一看 家中啊 瀰漫的一股很奇怪 說不出來的味道 你知道嗎 怪怪的 然後就到這個廚房一看 奇怪 瓦斯爐是關的啊 沒火啊 怎麼會有這個味道之外 我一想說是不是我記錯了 然後看香涵在他房間裡面 自己在忙自己的事情 我說到底怎麼回事 他說不好意思 親愛的 我把你的這個果醬給燒焦了 我說 怎麼燒焦的 因為其實在煮果醬 你必須要小火 對 要一直攪 重點是要一直攪 他就貼心地開了火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要一直攪 他想說 對 他想說一直煮滾 跟燉湯一樣 一直 等到發現 等他遠在房間 聞到那個味道的時候 那整鍋就已經 老闆 焦糖百香果啊 對 但是你知道 我想起那瓶酒 那百香果一箱才幾百塊 對 九塊 我沒那麼傷心 可是我覺得 我花了那麼多時間 在那邊又洗又切 然後還有對於這個 夏季要吃百香果 剉冰這件事 落空 有點點失落 蕭蕭 你真的很老實耶 對啊 如果是我就說 你抽到忘了關啊 好想我關了 你們現在當我是白癡是嗎 對啊 他們 小兵真的不過是 一鮮百香果 對 就是我們大學呢 有幾個好姐妹 你看我大學畢業也十幾年了 好不容易再去年 再去年 其實沒有錯 不用說幾代 所以我畢業才三年啊 對啊 年病那麼久啊 就算那個年的酒 也是老酒就對了 也是老酒了 重點是我們 我們這麼多年來 好不容易 就是大家終於喬一個時間 要去三天兩夜的 姐妹旅行 好棒 對 難得的機會 我就一早知道時間 就已經跟老公請好嫁了 有一天呢 我爸呢 就跟我老公在聊天說 前一陣子啊 看那個旅遊節目 介紹沖繩 好像非常的好玩耶 然後我老公就說 剛好我八月要去沖繩出差 他就私自跟我爸 就訂好了時間 然後我老公出差的時候 要帶我們全家一起出遊 本來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貼心的行為 真的是一個好女婿對不對 但是我老公出差時間 剛好跟我要跟朋友出去的時間 撞齊了 完蛋了 好帥 我內心已經就是 糾結了好幾天 最後還是只好跟朋友說 那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要去家族旅遊 所以就朋友這邊只能取消 那把大家都帶到沖繩就好啦 你說錢嗎 對 然後就那個民宿 民宿啊 就是老闆定禁 我也不敢跟我朋友說 大家要學什麼 就自己都承擔下來 因為是我自己道德孽 對啊 人家美甄完全沒有猶豫 就直接拒絕了朋友 小兵如果是你 朋友跟家族聚會壯題 你會選誰 我別是朋友 不要說了 他是朋友 二選一 二選一喔 喝了你的酒的朋友 喝了我的酒朋友 一個是 喝了你的酒的朋友 一個是幫你生小孩的香涵 你選誰的朋友 我會去家族的 因為我覺得我的朋友 一定會體諒我 對不對 是生的朋友 所以你說 家人都不體諒你 也不是這樣講啦 不是這麼說啦 大家時間難小啦 對耶 都是覺得說家人 會不體諒他耶 真的耶 不是這樣子啦 對你一個媽媽跟老婆 丟到稅里的忘記 我跟你講 我之前啊 養青胎 養青胎 你朋友來了 你朋友 你們養青胎 你們是一個生命 養青胎是什麼概念 因為日本人說 無胎不成員 就是說你的庭園 一定要有青胎 才會是一個完整的庭園 所以我就從日本 買了一個專門養青胎 用的一個 一個貓頭鷹的 陶 陶的一個貓頭鷹 有什麼不一樣嗎 養青胎 什麼叫養貓頭 陶的嗎 但是造型是一個貓頭鷹 但是你可以把青胎養在上面 就是這一隻 所以日本人 把牠養好青胎之後 就放在庭園裡 理論上你要自己養 牠來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所以換句話說 養完青胎 整個貓頭鷹就變成綠色的 對 毛毛的 像綠色的皮卡丘一樣 你還可以控制牠長在哪裡 也沒那麼好控制 整隻就是綠的 我養很久 我還要帶到山上跟牠巡化 如果牠適應不良 還要讓牠回去一些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青胎原產地 如果在山上 然後你把牠放到城市裡面 牠有可能會不適應 所以你要分階段 如果你發現牠不適應 你現在去台東養羊啦 台東養羊 這好沒用耶 我之前養得很滿意 我那隻就是一隻 毛頭鷹綠色的皮卡丘 很好玩 好帥喔 但是有一天我回家的時候 就發現我那隻貓頭鷹 變成 突然在裡面 就是剛才那個照片 就這樣子突在那裡 整隻眉毛了 就在那裡 牠本來已經快張好了 所以你們剛才看到 是一隻凸的貓頭鷹了 為什麼 因為我太太說 你那隻貓頭鷹 一直放在陽台 髒髒黑黑的 牠就把牠刷洗乾淨 嚕掉了 牠就想要把牠刷洗乾淨 因為青胎 你長了之後不好刷 對 而且會很不錯 對 牠就用漂白髓 死痛了 我跟你講 沒有青胎死痛了 我想說 沒有白癡 我妙手回春你知道嗎 我雖然沒當醫生 但救救青胎是沒問題的 所以就在想辦法 要把牠救回來 就再也救不回來 就一頭是一隻凸的貓頭鷹 宣布死亡 天啊 牠泡過出來白髒水之後 就再也長不起來 回來了 好 牠是木頭做的是不是 陶著 大師做的 陶牠才有毛細孔 陶有毛細孔 對 陶喔 陶有毛細孔 那就跟養青科差不多啊 對 對 青科是不是 我下事言做的 我下事言做的 我就是起瓦瓦瓦 你 你下事言做的 真的啊 好妙喔 我已經算是學道了 對啊 蠻特別的 不過今天講了很多 這個幫到忙的狀況 我發現 幫到最後陪了夫人又哲兵 搞得大家都不開心 有些辦法對不對 好不好 小兵 賽先生 恭喜你們成為一隊 好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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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們要集到地埋了 謝謝 拜拜 現在很多幾乎都是雙星家庭 所以爸爸媽媽都有工作 那現在的狀況又是 跟外界很聯繫 所以其實爸爸媽媽很常在出差 但是我們又知道 其實陪伴小朋友是很重要的 那怎麼樣降低 就是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爸爸媽媽真的很常外出差 出差真的是一個大難題 因為出差不是你能決定的 是老闆決定的 對 所以有些家庭 如果你們有了小孩之後 或許夫妻一方看怎麼樣討論 就是要其中一個人 去跟老闆說 是不是我以後的出差 可以盡量不要是週末 這個也太有告知了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這游的時候 有點太強人所難 但是週末應該是屬於 家人相處的時間 所以如果說 我們每次週末都出差的話 其實你跟孩子之間的相處 尤其是他已經上學以後更短 因為週間都在上學嘛 你跟他相見的時候 就是趕快睡覺 趕快上學 那真正聊天的時間變很少 那第二個 當你出差的時候 請你不要做這個 叫做遙控伴侶 什麼意思 就是你明明人已經不在家了 另外一個人已經很辛苦在家 一打二 一打三了 然後你還一直遙控 他們晚上要早點睡啊 不要吃垃圾書啊 什麼功課要寫啊 那另外一半就說 我就已經被你一個人丟在台灣了 然後還要被你這樣 吃吃點點 我覺得這個可能 對留守的那一方 不太開心 那如果你從出差回來的時候 記得你要跟伴侶感謝 因為他也在加班 本來是兩個人帶孩子的週末 變成一個人帶孩子 也好辛苦 對 謝謝他 對 雖然你說我是去賺錢養家 沒錯 兩個人都辛苦 那回來以後趕快就融入 抓緊時間 也許剩下週末的最後的尾巴 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答應孩子出差 要帶什麼東西回來 那記得你一定要 保持你的期望 不要讓孩子期待落空 了解 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